2011年5月29日 美國印第安納波利斯 第95屆Indianapolis 500大賽 賽事到最後階段 領先的是新秀車手 來自美國加州的JR Hildebrand 當時他只有23歲 他駕駛的4號車 是由National Guard 國民警衛隊贊助 如果可以在美國的陣亡軍人 紀念日贏出 可以說是別具意義 賽事到最後一個圈 他已經帶來主要對手大半條直路了 我想他當時都在想怎樣慶祝了 不過我們今集的主角不是他 而是他後面那個 看下去就明白了 去到賽事的最後一個彎 正是向中隊的JR遇到一部慢車 他現在要做一個決定 要不就是收友跟著慢車過 要不就是盡快爬過他 當時我相信他應該猜不到 這個決定是會影響他後面的一生 他應該要走到左邊的路線 100公斤 100公斤 不! 他踢到壁 今天我們就來講一下他的故事 以及他戲劇性的2011賽季 Dan Walden 英國人 出生於1978年6月16日 跟很多職業車手一樣 他很小就開始參加小型賽車比賽 也贏過不少比賽 去到17歲的時候開始參加 Formula Ford等的初級別比賽 當時他的主要敬敵 包括後來的F1世界冠軍 Janson Button 過幾年Dan Walden都贏到不少比賽 全年的組成績也打到入前三甲 可惜他沒有足夠的資金 繼續在歐洲更上一層樓 當Janson Button在1999年 升級鬥英國F3的時候 Dan Walden就毅然決定 去大西洋的比岸 美國發展 他去到美國參加Atlantic Series 和Indie Light這些初級別比賽之後 就開始打響名堂 有頂級別的車隊將他收為旗下 在2002年 他加盟當時Indie Racing League IRL的冠軍車隊Panther Racing 做試車手 也在當年首次出戰IRL 這裡要解釋一下 在90年代中至2000年代尾 Indie Car是曾經出現過分裂的 分別是由Indianapolis Motor Speed 為主導的Indie Racing League Irrl 以及由各大車隊主導的Card 或者Champ Card Series 這個故事可以講大半個小時 所以都是下次有機會再講 大家這一刻只要知道的就是 Irrl是擁有Indie 500的主辦權 以及最後是Irrl 鬥贏了Card 最終2008年他們吃了Card 重新統一回賽事 Dan Walden首次參戰Irrl 就拿到不錯的成績了 但是再次因為資金不足的問題 令他沒辦法在Panther Racing 取得2003年的賽事席位 當時Andretti Green Racing 其中一個老闆Kim Green 就邀請他去做車隊試車手 幫這一隊 將會在2003年正式由Card 轉會去Irrl的車隊試車 去到2003年 由於車隊的主力車手受傷 令到Dan Walden突然擁有參賽的機會 加上季中 車隊的另一個老闆Michael Andretti 決定不鬥車 他的位置就讓給Dan Walden 令到他可以參加全年度的賽事 他的成績在2003年越來越好 去到2004年更加是突飛猛進 拿到他自己首個分站勝利之餘 更加是取得全年度的總亞軍 2005年是他豐收的一年 拿到六場分站冠軍 其中更加包括全年最重要的Indie 500的冠軍 順利成為當年Irrl的全年總冠軍 去到2006年他轉頭另一支斑把車隊 Chip Ganassi Racing 他繼續有很好的成績 但很可惜 最終因為同分但分站冠軍較少的情況下 為免冠軍失敗 0708年他繼續留效Chip Ganassi Racing 雖然繼續有好的表現 連續兩年都可以獲得全年的第四名 但成績就比不上隊友Scott Dixon 去到09年他就被車隊放棄了 回到他首支效力的Irrl車隊Panther Racing 但在0910年的時候Indie Car已經重新合併 多了不少有實力的車隊和車手加入 資金不足的Panther Racing 開始無法跟一眾強敵匹敵 Dan Weldon也都在這兩年間 沒有再贏到任何冠軍 全年成績也都跌到第九名 結果Panther Racing不再跟他續約 改用新秀的JR Hildebrand成為常規車手 曾經的年度兼Indie 500總冠軍 Dan Weldon在2011年失去了參賽席位 但天無絕人之路 Dan Weldon在前隊友兼老友Brian Hurta的邀請下 決定加盟他新成立的車隊 但只會鬥Indie 500一場 結果就發生了片頭的事 他就憑著一場比賽 加上他前僱主Panther Racing的不幸 成功奪得他第二次的Indie 500冠軍 但贏了一場比賽之後 Dan Weldon繼續都是沒有車開的 但為他帶來不少其他機會 包括為電視台客席評述了幾場比賽 亦都為Indie Car的2012年新車做試車手 這些機會不單止為他贏到曝光率 更加令到他得到在2012年賽季 重新成為全年度車手的機會 就在這個時候他收到一個邀請 一個極為吸引的邀請 令到他有機會在2011年賽季出場之餘 還有可能贏得巨額的獎金 那究竟是怎樣呢 故事就要回到2010年 當時Indie Car有一位新的CEO Randy Bernard 他上任之後是希望將賽事 由2000年代因為賽事分裂 而流失的觀眾帶回來 2011年賽事將會在拉斯維加斯 舉行閉幕戰 為了令更加多人關注這場賽事 Randy Bernard就想到一個gimmick 只要任何一位非Indie Car的常規車手 能夠在這場賽事由最後起步 最終贏到冠軍的話 就可以跟當日的一位觀眾 評分500萬美元的jackpot 本來他的目標是一些F1 或者NASCAR的明星車手 據問當時都有不少車手有興趣 包括NASCAR的Casey Kane X-Game的Travis Prestana Alex Sanardi 甚至當年舞鬥F1的Kimi Rakuten 都有被邀請 但都可以因為各種原因而沒有誠事 Randy Bernard見這樣 就改為邀請剛剛贏完 Indie 500就沒有車鬥的Dan Weldon 結果就只有Dan Weldon 接受這個挑戰 參加這場名為2011 Indie Car World Championship的比賽 參加了這一場 他原本不需要參加的比賽 2011年10月16日 這場比賽照原定計劃開始 Dan Weldon也根據挑戰的規則 在最後一位起步 今場比賽有多達34位車手三賽 連Indie 500都沒有那麼多位車手出場 其中一個原因是 這一批上一代的 Indie Car Dallara IR05車架 將會在今場之後退役 很多車隊都值這個機會 最後一次租給一些外卡車手 不過這個情況 就很多常規車手就不太滿意 覺得這麼多外卡車手 是會造成危險的 事實上由於這一條拉斯維加斯賽道 那個鑊形彎道的角度很大 令Indie Car這些賽車很輕易 就可以盡有過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賽事開始之後 那個賽事就會很容易形成 一個叫Pack Racing的狀況 就好像單車比賽的主車群一樣 所有車都會非常接近 沒有人走得掉 只有少數車會被脫開 Indie Car的車手就很怕Pack Racing 因為在這麼高速的情況之下 一堆車以時速超過200公里 定排而行 很容易會造成連環炒車 賽前總冠軍車手Daryl Frankitti更加說 這條賽道根本不適合炮Indie Car 而他的對手Will Power就說 他預計到將會有嚴重的意外發生 雖然有很多車手投訴 但賽事仍然依計劃進行 Dan Weldon除了會挑戰獎金之外 亦都會成為當日ESPN的場內評述員 即是他會在賽事期間透過Radio 答主持人的問題 他亦都在比賽前的熱身圈 和主持人進行了最後一對話 這是一個驚喜的 這是一個很棒的方法 這是一個很棒的方法 去到Indie Car Series 在2011年 我們知道我們有新的車 和引擎引擎製造成2012年 所以我們很興奮 我們很感謝Honda 為贊助這個特色的賽事 今天好運氣,Dan 賽事開始 一如所料 賽事形成了Pack Racing的狀態 三十多部車 一排兩輛三輛的並排而行 過了幾個圈 所有車的圈速都超過200公里 仍然沒有散開的跡象 去到第十圈 Dan Weldon已經爬升到第24位 看來他狀態不錯 可惜我們沒有機會看到 他最終能不能夠完成挑戰 因為前面有兩輛車的小碰撞 導致後面發生15車連環炒車 其中Dan Weldon也不幸被波及 他的車撞到前車之後 向前飛越近100米 撞向防撞欄和鐵絲網 撞向鐵絲網的時候 賽車剛剛反起 車頂和車手頭部的位置 直撞鐵絲網的支柱 就是因為這個撞擊角度 因為一個本身不關他的事的意外 因為一場他原本沒有機會參與的比賽 Dan Weldon以外身亡 享年33歲 賽會在現場公布死訊之後 宣布終止賽事 大陣會進行五個圈的巡遊 向Dan Weldon作出最後的指議 77號的號碼 高掛在成績塔上 車手、車隊人員、觀眾 向這位一代轉旗送上最後的祝福 賽後Andretti Autosport的老闆 Michael Andretti向傳媒表示 原來當日早上 車隊已經和Dan Weldon達成協議 他將會在2012年 重返這一隊 帶給他最多冠軍的車隊 取代來年將會轉至NASCAR的 女車手Danica Patrick 他本來真的可以迎來 自己的職業生涯第二春 但就因為這個意外 永遠無法實現 Dan Weldon對這項賽事的最後一個貢獻 就是為賽事的新車進行測試 這部車的設計比以前更加安全 更少機會撞到飛起 但可惜他沒有辦法駕駛這部賽車出賽 Indica為了紀念他 就將這部車命名為DW12 時至今日雖然車上的Arrow是有改動過 但Indica仍然都是沿用DW12的車架作為官方賽車 這款車架為車手帶來更加安全的保護之餘 也都為觀眾帶來無數精彩的賽事 回到這一幕 你有沒有想過如果那一刻 JR Hildebrand決定不過一輛慢車 慢慢跟回終點 故事最終會怎樣發展呢 JR Hildebrand會不會就因此成為 美國家傳戶曉的成功車手 而不會像現在那麼直直無名呢 Dan Weldon會不會就因為這樣 不鬥過一輛車 避過了一劫 和老婆兩個兒子退隱江湖呢 沒有人知道因為這個世界沒有如果 我只知道 命運的安排有時真的十分有趣 今天的節目就講到這裡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些主題故事呢 可以留言跟我說一下你們的意見 接下來因為都會有一段長時間沒有賽事 所以我都會做一些關於這些主題或者人物故事 由於我除了F1之外都挺喜歡看 Indica、Nasca這些賽事 所以都會在這裡多說一些美國賽事 如果大家有任何主題你想聽我說的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喜歡這段影片的話就給個like share給朋友 再subscribeFayTV Channel 再按鈴鈴吧 我是阿Fay 我們下條片見 就這樣跟你們 dellaasion 呢 可不可以